好,我们进一步来看看不断变动当中的中国大陆 那么我们的记者是深入了深圳的山寨工厂 在生产线上赶着出货的是山寨小补店 但是一年够后再去 没想到产品却一致换成了山寨版的平板电脑 变得相当快 深圳速度讲的是这一种速度 同样又转进深圳的山寨工厂大本营 去年我们拍的是山寨小笔店 不过今年小笔店已经退流行 业者们抓紧趋势 做的是现在最红的山寨iPad 去年就是上完本就开始流行 这样子 然后今年开始做MID这些产品 那今年就是会把主力放在这上面 对对对 因为上完本整个市场 目前经验萎收的还是比较厉害 它的功能的话也是比较前的 像这个PDF文件阅读啊 那个可不可以聊天啊 Scape啊 这是云门内建的是不是 对对对 嵌于是的 当时它还支持这个WiFi 它就可以上网 站着界面然后再转直的呢 这个正感也没有那个什么 乍看这界面跟iPad确实相似度极高 不过仔细看看桌面的小图示 一只憨厚的牛上面写着大牛新闻 还有这个超可爱的企鹅 这是大陆版的MSN 这些都是专属中国大陆才有的 接下来试试它的功能 不管是翻页还是翻转电脑的萤幕 都能像iPad一样操作自如 不过记者的亲身体验 在触控萤幕上 山寨版显然灵敏度还不够高 所以我不能直接点网址的部分 我如果要点网址 我都应该透过Google吗 它没有办法比方说 像我在上面 可以更换网址 就在这里 就透过这边更换就对了 通过在这里 对对对对 输入它的那个网址 因为它不是那个 Windows这个 爱意浏览器 这个是那个摄像头 可以那个自拍啊 你是叫像 可以这 多少像素 这个可以自载到130万像素 我们这个装的是那个30万像素 行销总经理亲自介绍这部山寨iPad 对于这项产品相当有信心 因为山寨iPad功能齐全 iPad有的它都有 iPad没有的它也都有 准备下一次要研发的 我们已经在研发了 对对对对 可以打电话 可以用GPS 很多的那个娱乐的那个办公的功能呢 它都可以用 然后我们做的就是 我们山寨机有肯定要做的这些 我们这种产品要做的 iPad没有的 iPad还能拿来打电话 这看在苹果电脑的眼中 或许也愿闻其详 山寨业者胸有成竹的表示 山寨机要做就要做到差异化 因为虽然是山寨 但要做一个有品格的山寨 包括我们这是香港长寨会一样 iPad对我们有的产品说要交涉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是他们应该要做的这样子 我们就知道哪个东西是 应该是避开iPad的 在深圳呢 IC产品之前呢 分享完善的产业链 因此呢 在这家工厂里面 只需要做一些组装以及测试 然后就可以卖到消费者手上 在这间房间里 各式各样的测试仪器正在运作 3 2 1 装有iPad成品的纸箱 在工作人员各种角度的摆放后 重重的垂直掉落测试 这是要看看山寨iPad的耐壮力够不够 另外这台则是用程度不一的振动 来看在强烈晃动下 山寨iPad的承受力如何 不止如此 还有湿度温度的测试比较 这些全都是要确保 山寨产品品质没那么山寨 其实我觉得 包括这么多年的电子产品 我觉得做起来 主要你产品有的东西 一定要守住这种产品底线 有的东西可以降低 山寨平板电脑的市场有多大 根据两岸的研究机构数据 山寨平板电脑大约占iPad销售量的10% 以目前iPad年出货量大约1500万台 山寨iPad初期 一年至少会有150万台的规模 而且后市看涨 不止如此 在我们采访的这天 还看到了外国联孔出现在这一家公司 原来深圳的山寨产业 已经进军国际市场 专门帮国外的小品牌做代工 对于这么庞大的山寨市场 要怎么赚钱赚得心安理得 常年经营山寨的业者 当然自有解套的办法 那个香港专利就是整个差不多 就是清换了 然后大陆的东西如果是一模一样 我把你放大尺寸 那不是会清换的 了解各国对于专利侵权的标准 这些山寨产业老板才能做得长久 中国大陆的山寨传奇 曾经创造了4亿支的山寨手机记录 现在要用更大的规模 来缔造专属中国的产业奇迹 TVB新闻 潘玉文 张伟奇 在深圳的采访报道